从手中拿下证书,代表正式通过台湾微软的认证,小朋友们也开心地用平板展示平常学习的成果。 迈入AI智慧科技时代,新北市文德国小师生们凭日常用微软提供的软体Teams作为日常教学的课程之一,持续将资讯融入教学。 藉由运用微软Teams及各项好用的AI工具在领域教学上,丰富孩子们的学习历程。 这是新北市教育局和台湾微软携手推动未来智慧学校的计划,日前选定文德国小、永福国小作为微软Showcase雇国际认证学校,让师生学习运用生成式AI技术,设计出各种有趣的学习活动,例如用AI老师解答问题,展现学习的创意和乐趣。 文德国小老师丁思宇表示,学习微软的契机是从疫情开始时,学校开始希望老师透过微软提供的软体进行线上教学,借由不断摸索不断成长,得到宝贵的经验。 此外也针对低中高年级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目标,希望能让孩子在学习上更有效率。 从几年前疫情开始的时候,学校就在那个疫情要线上教学的时候,开始培养老师,用这个微软的一些平台,像是Teams,那我们就会透过清北市的亲师生平台,然后借接,然后到Teams这个微软的平台里面,然后让学生登陆Teams之后,他就可以直接在平台上跟同学老师互动,那以及可以登陆视讯会议当中去进行教学,所以如果说要说时间, 对于我们学校而言是一个长时间的累积,那只是说刚好有契机,有这个认证,那老师们就通过认证,然后一步一步拿到这样子的认证的一个奖状,那在我们学校规划低中高年级来说的话,从新师生平台进去,低年级的话,我们其实觉得孩子只要能成功的登陆Teams平台,然后可以进入视讯会议,然后简单的留言跟拍照,我们就觉得很棒了,那在中高年级,我们就会结合微软 像是PowerPoint,或是OneNote,然后进行一些,像是课业上有一些合作啊,或是共编,让孩子在学习上面可以更加的,就是互动的很方便,然后跟老师在课堂的运用呢,也可以做一个非常好有效率的学习。 文德国小三年级的蔡同学表示,从AI智能中学到如何解决问题的能力,虽然觉得很有趣,但有时也需要辨别里面资讯的真假。 从二年级下学起,然后转过来三年级,到现在已经学快一年了。我在这边学到如何去用AI解决问题,在没有老师、父母、学生当中,如何用AI解决问题,有趣。 因为它可以制造出美丽的图片,像是在国语课的时候,我们会写完作文,然后把句子贴到AI上面,让它制造出美丽的东西,美丽的照片。 但是在同时,也需要注意,它上面的信息是不是可信任的。 新北市教育局的强调,随着AI科技持续进步,新北市未来将持续致力于营造优质数位学习环境,推动AI人才培训计划,希望让新北市成为全国推动科技教育最完善的县市。 记得肖世宏,新北长报道。 好。